当天利比亚反对派在迪利波里的卡尔加尔西地区 抓获了卡扎菲政权的副外长卡伊姆 卡伊姆是卡扎菲政权的核心人物之一 在过去六个月当中也是利比亚政府的主要新闻发言人之一 同一天尼日尔总统发言人确认 利比亚安全部队指挥官曼苏尔道在5号晚上进入尼日尔 并且申请政治避难 而多家媒体报道说 另外有一支大约200到250辆装甲车组成的大型车队 也在5号晚上进入尼日尔 尼日尔北部部族的消息原称 车队里有不少驻守南部的利比亚政府军的军官 有人猜测卡扎菲和儿子塞伊夫可能在与车队会合之后 前往尼日尔的邻国布吉纳法索来避难 不过尼日尔官方否认有这样规模的车队入境 布吉纳法索新闻部长也表示 布吉纳法索迄今没有收到卡扎菲的避难申请 此外利比亚反对派还表示 一支总计10辆汽车的小型车队 也在5号晚上抵达尼日尔 车上运载大批属于利比亚中央银行 苏尔特分行的现金和黄金 并在尼日尔与大队车队会合 这一消息目前尚未得到确认 对车队密集进入尼日尔 利比亚反对派称 这些车队并非为卡扎菲流亡探路 而是出走 这说明卡扎菲曾经的铁杆支持者 正在逐渐抛弃卡扎菲